那您刚才讲的第一大丑闻 第二大丑闻是什么 第二大丑闻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五十军一五零师四四八团二营 有一半的人被俘了 而且是主动投降 这个放弃 放弃抵抗 这是在解放军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这具体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大概是已经中国宣布 这个自卫环机达到目的了 部队开始回撤 将近到大概是十五号十四号 我不记得具体时间 我们一个电影组 带着这个许师友亲自调来的这个香港电影 到坑道里给他放 因为当时大的战争行动已经结束了 只是部队分批后撤 所以许师友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了 他就说好了 我们在部队没有完全撤回之前 我们也放松放松 他是政治局委员 他有权从北京的小西天的国家电影库 可以调影片 他说我要看香港的武打片 叫做少林十三房 他喜欢这些 他有权调 加上最紧张的 劳心最厉害的战况已经结束了 他就想放松一下 叫我们到电影队 带这个片子到山东里面给他放 后来这个放言员告诉我 他在里面放 我们放言员一个是司机陈建中 一个是电影组长叫曾仙文 还有另外一个放言员叫刘慧胜 三个人去的 叫机器放放放放 没放完 那个参谋进来 递给史诗友一个电报 说五十五军 一五零十四十八团 二营没有回来 哇 史诗友当脸色大变 把他站起来 佛秀而去 那个他旁边是个军区的政委 叫向中华 向中华 快快收摊收摊收摊 电影队的人赶快把机器收好 荧幕收好就走了 后来他知道 这个电报就是 告诉史诗友 一五零十四十八团 一个营没有回来 他知道大事不妙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出事的部队就是 四十八团二营 他们是在回撤的路上 遭到越南人的袭扰 他们被困在一个高地上 大概是不大容易防守的一个地方 这个部队出去 本来是他们五十军 五十军一共有三个师 一四八师 一四九师 一五零师 那一四九师和一四八师 在昆明方向参加战斗 那么一五零师呢 就分到广西军军来 就作为预备队的 没有出去 就打算如果伤亡太大 才用上他们 当时作为预备队 留在后方 那么因为作战骨干 在临战的时候 都抽到参战部队去了 打过仗的 还有些老兵啊 有经验的都掉出去了 那部队是临时扩编的 很多新兵 这个我听说 连长都没有认识权链的人 都没认识完 地图也不全 装备也不全 那么他们看到部队 已经陆续回来了 他们在边境 摆守了这个二十多天 没有捞上这个战斗 那眼看国内这边 交通要道的 打好了这个凯旋门 那个无数的群众 手持鲜花 在那幻影部队凯旋 那他们觉得 我们灰溜溜的 我们 他们原来在重庆 我们回重庆 怎么见这个江东富老 就千方百计 给军区写请战书 说我们最后的日子 让我们出去锻炼一下部队 一定要出去 否则我们没有 名为参战部队都没有跨过边境 那后来许师有拍板了 好吧 让五十区 让这个一五零师出去走一趟 这个掩护 跟部队交替掩护 就出去了 那个四十八团出去以后 以为很顺利 战斗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结果没想到 越南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 知道中国要撤军了 就尽可能地在路上洗扰 能占点便宜 因为主要是想抓那俘虏 因为战争的前半段 越南为了避免损失 他的部队是大踏步后撤 避免损失 所以他当时没有机会 抓到中国的俘虏 只有个别人调队的 或者是战前去侦查的 不幸被他们俘虏 大批的俘虏没有的 反倒中国追击当中 抓了很多越南俘虏 我记得就是在1504出事之前 越南人手里的中国俘虏 大概只有不到五十个 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 有文件看的呀 当时越南 越南智商广播电台 开了一档节目 就把抓到的中国战俘 逐个揪出来的电台上喊话 我叫张桂才 我是四十一军 一二一师的军医 我在二月几号被俘 现在情况很好 请家里不要担心 那有些就更过分一点 就加了一句 我认为中国侵略越南是不对的 中越人民要友好相处 我不愿意到越南打仗 每天都抓三五个人在电台上 来报身份 来讲 所以我们知道哪些人被俘 我们都知道 那么在乙武林市出事之前 越南手里大概只有不到五十个中国战俘 那他开始急了 因为战后必然要交换战俘嘛 那到时候就那么几十个人 就好像你这个战国有限嘛 正好在这个时候 五十军一五零师 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 越南把他们包围住了 包围住四十八团 那个就开始慌张了 跟这个师部又失去联系 有一个联队 四十八团 二营的一个联队 守在一个山头上 越南把他退路都包围了 就是喊话 说你们下来 放下武器 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那么联队在山上开了一个支委会 他说怎么办 这个一个重机枪排场的时候 我们冲出去 我们有武器弹药都很充分 还有重机枪 我们可以跟他搏一下 冲一下血路 可是指导员说 算了吧 这个眼看战争都结束了 何必让这么多家庭 失去他们的儿女呢 这个黑锅往来背吧 他和连长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这一说的排场就软了 连队的两个主官都说不要打 越南又喊话了 赶快下来结洽 那连长就说 那我去吧 把这个白背心脱下来 举在头上 当白旗就下去了 下去 越南人说 你们把武器都留在山上 这个每个人抱着后脑勺 一列纵队下来 就光是这个山头就 就捕获了一百多人 那最后被俘的人达到 两百四十八个人 军人 那其中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是五十军 一五零师四十八团的 那被俘的人当中最高的职务是团参谋长 那还有 营长连长教导员 这个参谋 一直到排场 战士都有 那这些名单我都看过 OK 看样子 你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 回头我们再仔细谈这个事情 当时我也了解一个情况 就是说 为什么在拆退的时候 伤亡的情况 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掉退的情况很严重 就是在亮山往回拆的时候 亮山还好 因为亮山的众生比较近 亮山就二十来公里 高平那边有四五十公里的路 那边比较复杂 那我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去了 这个平乡市附近的叫畅梅山 你知道这个山吗 我不知道 从这个畅梅山上 非常遥远的 你都可以看到亮山的城市的边缘 那当时候的军队里 应该看不到 亮山超过市区范围了 很远 就是畅梅山是当时的边境上最高的一座山 最高也看不到 对 他们就说 那个上面巨大了一般的兵力 他们就告诉我 那边就是亮山 整个都是高山了 从平乡市附近 然后他们跟我讲的情况就是 军队往回撤的时候 并没有做好很好的 有点乱 就是没有做好后备的准备 参战的人 哎呀我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听说现在撤军了 就想赶快回到中国领土 有点争先恐后 这个有点 就是 续列都要打乱了 各部队征路啊什么这个互不相让 这个情况有 反正回撤路上比较乱 我们回头来讲这个战俘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台北需要单独讲的问题 再讲一下你讲的第三大丑闻是什么 第三大丑闻是 我们居然有一架空军飞机 投奔越南去了 动用了飞机 我好像没听说过 飞机动员了 没有过境 是啊 每天在边境上控制制空权 越南飞机不敢起飞嘛 他们如果起飞 中国飞机就会过去打他们 中国空军是动用了两个军的兵力 在边境上的瑞西南宁 这几个机场都进驻了 每天都起飞 在战区上面 就是沿着边境线巡逻 对 但是我所了解的是 空军没有参战嘛 对也算参战啦 也算啊 我掌握制空权啦 没有实际打仗 没有交战嘛 越南不起飞 你怎么打 越南不敢起飞啊 他们的油料有限 飞机性能不好 他怎么敢起飞 好 您讲那个飞机是怎么回事 这个飞机 是住在瑞西机场 广东有个瑞西县嘛 在战江附近 瑞西机场是一个前线机场 那么有一个飞行员叫 盐吻昌 盐王爷的盐 盐怀的盐 吻是这个 安全稳定的吻 昌是这个繁荣生的昌 盐吻昌 那他 本来是个 业务上表现都不错的一个 一个算是尖子吧 那么那年提中队长 没有提他 提了一个他认为 各方面不如他的一个战友 所以他就很不平衡 就发牢骚 根据前线的规定 有情绪的人不能飞的 就发牢骚的人不能飞的 他要隔离起来做检讨 你说这么多牢骚规划 你不要飞了 暂停飞行 就叫一个管理员 陪他住在单独住在一起 叫他这个清理一下思想 不要那么多个人主义 那么他就 就浮现出了投敌的念头了 有一天他趁这个管理员不备 就跑到这个停机坪上 爬上一架飞机 他很熟练嘛 爬上飞机 这个发动飞机就起飞 那个油管还拽在这个飞机上 他一起飞把油管都拽掉了 然后 因为他走得很匆忙 既没有带地图 也没有带那个头盔 所以他不能跟地面通话 也不知道自己的方位 他反正大致上朝越南飞去 那机场所谓的一个排长 哎这个飞机怎么没进过 没进过就批准就起飞了 他还朝他打了几枪 他不管了 就是强行起飞拉起来 就往越南方向飞了 可是刚才说了 他没有带头盔 也就不能跟地面通话 也没有带航图 他是这个仓皇起飞的 仓皇出逃 就飞到越南境内 这个 从山峻岭 不知道往哪飞 飞啊飞 他一直想找个地方迫降 最后一直到飞机的油料耗尽 还是没找到 后来就栽 一头栽在这个越南 黄连山省的一个荒地上 当时越南还抗议 中国飞机一架侵入我领土 那个中国方面就回应 这些训练 训练飞行的这个意外 飞机迷向了 请越南方向赶快交还 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尸体 不敢说是叛逃的 那你怎么知道是叛逃的 通报啦 我的军区机关是相当高级的机关嘛 这个情况已经知道嘛 后来越南又过来一架直升机 越南有个大卫叫陈姓陈的 他还布满这个 李省集团的反华政策 他带着三个弟兄 开一架直升飞机又 飞到中国来了 所以就打平了 越南有一架飞机过来投诚 中国有个飞机叛逃 这个 好像越南飞机员叫陈尊 好像 尊敬的尊 你记得真可以 这么多名字 你这么多年都记得 这么多年 这是我唯一 不期而遇的一场战争 肯定是很多情况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那你 这场约战 如果我们算比较狭隘的这个定义 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战争 死了多少中国人 军人 有人说几万人 有的数字好像很乱 我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是接近两万八千人 那我看到好像也是三万人左右 就是28天战争几乎每天死一万人了 28万了 28天 28万 你说死了 28万人 对 伤的还更多了 28万人 28万人 对呀 我觉得这怎么是28万人呢 我看到的数字不是 像观众致歉 两万八千人 我看到的数字是几万人 每天死一万人嘛 原来好像是10万人还是多 越南就更多了 因为战争在他的领土上发生嘛 对 原来死了多少人不知道 死了两万八千人 伤的不计其数了 当时送回来的伤员 沿着铁路线 当然首先在南宁了 在南宁的医院驻满了 就往柳州往桂林送 这医院又驻满了 就往湖南往衡阳长沙送 这医院都驻满了 又往湖北送往河南送 连这个郑州的军医院都驻满了伤员 沿着京广县沿着香桂县 每个军队医院和地方的大医院都收治伤员 我老婆当时在广州军区的创伤外科 创伤外科就是为了因应这个战争 应运而生的 专门收治这个战上的伤员 天天都是对着那个残缺 断手断腿的瞎眼睛的 就是护理这些人 伤 伤是很厉害的 那你现在后来 就是你从广西撤回 就回到了广州军区 对 你整个战争中间是离了一次三人工 没有其他工 有一次就不错了 其他工 人家是拿命换来的 我这个写了一首歌就幸运的得了一个工 还想多拿一次 我们创作中有一个人叫何继青 他是被地雷炸掉了一个手指头 立了个一等功 那是用血换来的 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 这个几等功的差别一般来讲有什么样的标准 三等功的门槛比较低了 就是有突出贡献就行了 那一等功二等功 那就是要有这个卓越的战果了 你像美国 美国军队有一个叫子新勋章嘛 那就必须是在战场上被敌火所伤的人 才能够拿到子新勋章 那很明确的 如果被旁边战友不小心走火打伤了 那不行 在反人战的时候 就是美国法院这点时候 有很多的美国受伤的军人 他们回到左卫以后 发现他们并不受欢迎 他们发现 军章就扔了 就把军章在华盛顿的白宫附近 把他扔过去 有 有 那个里面还拍出了很多的照片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孙章有什么用啊 就是比如说你当了一等功 是不是你觉得战时就有可能会 换成这个军官 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几率比较高 如果你得才够的话 如果你文盲 你只是打仗很勇敢 消灭了很多敌人 如果你不具备当军官的素质 你还是不能当 也有回 但是如果一等功 那国家的优待是随之而来了 有什么样的优待呢 那起码这个安排工作了 农村出来的战事会安排工作了 对家庭有辅恤了 那么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等功臣坐火车不要钱 这个坐飞机也享受这个优惠 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免费 坐火车不要钱 所以是硬坐吧 不是软坐吧 详细我没看条理 反正一等功臣 受的这个优待就更高了 二等功又次一点 三等功就基本上只是 如此而已了 如果在尊队里面 战争中间 中约10号死掉的 这些死亡的尊人 他家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李成宝那个小说 高山下的华涵不是讲到了吗 当年一个连级军官战死 他们家庭得到的这个抚恤金 还不足以买一条羹牛嘛 当时这个国家很穷 军队对这个死难的 这个指战员的抚恤也是很低的 现在好了一点 现在好一点 但是后来他们这个情 一直是要罚下去 还是只是罚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这个情况我没有把握 我没有看了具体的条例 反正是当时的抚恤金不高的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了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